那这子的海胆呢 你还要看潮汐指数 要在最低最低最低的时候才能挖 没有完全看不到 现在已经快5点了 一直还没有看见 已经基本上快天黑了 我给你们实况转播一下 我们旧金山湾区海边 疫情期间的盛况 哈喽大家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那今天呢是2021年的第一天 所以祝大家新年快乐 那为了庆祝新的一年的到来呢 我们今天去做一件有意思的事情 我们要去尝试挖紫海胆 那抓紫海胆呢 你需要一个钓鱼证 钓鱼证的价格呢是每人每天16块钱 你也可以买一年的年证 就是50块钱 我觉得还挺划算的 可以随时去抓嘛 而且你可以抓很多海鲜 你可以抓螃蟹 可以抓线牙棒啊等等 好 那么现在出发吧 一会儿见 没有 完全看不到 而且 应该是这个时间 潮汐还不够低 我们走不进太远的地方 所以 首次尝试应该是以失败而告终 我们之前查那个潮汐指数嘛 发现一月份就那么几天 是比较低 比较好 比较适合的时候 那今天一月一号嘛 最低的时候应该是六点多钟 可是那时候天就黑了嘛 我们等到那么晚也不安全 所以今天现在是四点多 快要五点吧 都不够低 我们也不敢再往里面走了 因为这边就太深了 那下一次应该就是一月十号了 看一月十号会很低 而且从下午 大概三点前吧 就开始很低了 所以我们下次再来试一下 期望月十号可以挖到吧 哇 哇 这是个什么生物啊 你看那个脚都在动 那种 张河的那种 运动 好神奇哦 因为他的雨鞋比较高 他觉得可以走得更深一点 那他刚才跟我招手说 还是没有 还是看不到 哎呀 因为水太高了 好高 第一次尝试 十八点 好高 第一次尝试 十八点 失败了 是不是很难过 还没有失败 再等一会儿还可以 现在已经快五点了 一直还没有看见 已经快天黑了 啥都没有 只有寄居些和小贝壳 还有鸟 还有那个青口 青口特别小 刚才有人问我 你看这个青口能不能吃呀 我说应该可以吧 你不要给别人乱说 你知不知道吗 可以 为什么不行 煮熟就可以吃 但是 哦 多小吗 你看得到那个 特别小 就比那个鸡居些要大一点 哈哈哈哈 那我们就是1月10号再来一次了 那个时候那个潮汐更低 是吧 再找一会儿呗 再找个15分钟 真的是negative几啊 负几啊 不 但是要6点半才是负1ft 哦 才负1啊 对0.3 然后1月10号是什么来着 其实差不多 但是时间好像下午2点半就是最低潮的时候 再后来会越来越低吗 对 就2点半就是最低的 哦 那也不一定有啊 其实 那一样的吗 现在 没有 因为好多人往那边去了 那边肯定有 从中去那边肯定 哦 再看一下吧 不放弃一丝锡吧 哈哈哈 因为我老公的那个雨靴更高 是那种极西的靴子 他刚进去更远的地方看 虽然还是没有挖到海等 不过好像冒起来好东西了 现在快要回来了 我给你们看一下 你挖到啥了 给我们看看呗 嘿嘿 挖到好东西了 有没有一个专门窗 哎呦 这好厉害 在哪里 哦 螃蟹 好大呀 挺大的 这螃蟹 哇 你们看 这大螃蟹 它的钳子好重哦 对 刚才我就拿那个铲子去勾引它 哈哈 它就用那个铲子死死地夹住那个铲子 然后我是可以从背后去抓的 这个好吃吗 会 应该还不错 能吃吗 为什么不能呢 螃蟹啊 然后那个小的是什么 青口吗 对 青口很多 我觉得没什么意思 我就随便扯了扎了扎了扎了 扎了很小是吧 我选的还比较大 但是比超市卖的还是小一点 OK 还是有收获 今天 还是有收获 我没有白来一趟 只要有个螃蟹 对对对 好 走吧 好 现在也快天黑了 我们就回家吧 回家煮螃蟹吃 对 还不够刹牙缝的 还不够猫吃 喂猫不要不然 这些视频根本就不是我想当中的样子 也没有挖到海胆 不过还好 也不是一无所获 至少挖到了一个螃蟹 还要几个小青口 我们今天又来哈佛文贝挖紫海胆了 顺便再跟你们讲为什么我们要来挖紫海胆 因为紫海胆在加州这个地方非常非常多 已经到了泛滥的顶部 因为它比较大的两大天敌吧 一个是海星 一种海星 特别的海星 那种海星在2013年好像已经 就是因为被破坏啊 猎杀啊 就已经灭绝了 那第二大天敌就是水塔也没有足够多 因为也是在被捕杀什么的嘛 保护的也不好 所以它们基本上是没有天敌的 然后他们在水底下疯狂的吃海草 就把整个加州海岸线的生态影响了 那这次的海胆呢 你还要看那个潮汐指数 要在最低最低最低的时候才能挖 要不然的话你走不进去嘛 你也看不到它 好 那我们就去看一下吧 现在也不知道它能不能挖到 所以就祝我们好运吧 我给你们实况转播一下我们 旧金山湾区海边疫情期间的盛况啊 这人真的多得吓人 1月1号那天已经很多了 我可以理解是因为那些假期嘛 大家都休息了 今天只是一个普通的周日而已 我们猜人世会不少的是肯定没有1月1号多嘛 但是今天人更多 我给你们看一下 你看全是人 今天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顺景 好像好多摄影师哦 然后身上也是 你看 看到好多人架着相机 不知道在拍什么打算 今天天气又不好 他们在等什么呀 真的搞不懂呗 他们在拍什么呀 没有什么特别的呀 搞不懂 不错 在那边 现在干嘛的吧 刚才在观看的吧 5分之后 第二次渣海蛋计划又失败了 我们决定现在回家了 有两个原因吧 第一个原因是low tide已经过去了 潮汐指数预测的不是很准 今天我们是不到三点钟到了 然后我听到周边人在说已经过去了 大概两点半可能就已经开始 然后只滴了那么一会儿 就又涨起来了 所以现在水太高了也不能进去了 也看不到了肯定挖不到 第二个原因就是这里人太多了 我的天啊 我都觉得在这边大家都感觉不太安全 所以就想回家 你看他如果看到那个画面的话 你们应该知道 我今天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 反正就超级多人 超级多人在拍照啊 对啊 过来尝试挖海鲜啊 这些都可以理解嘛 家庭活动礼拜日带着小孩来 出来玩一玩 可是这也太夸张了 完全感觉比那个pandemic 疫情之前的人还多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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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 我的天 真的觉得这个地方不是很安全 以后我们应该也不会再来这边挖了吧 可能考虑考虑去看看北边 比如说那边的沙滩看有哪里可以挖 反正这个地方来了两次都没有挖到 太难过了 好那这些视频就到这里吧 下期视频见 拜拜